突然的一声妈妈并思绪回到十四年前 你记得我天真的笑容 我也不曾忘记你温暖的怀抱 慢慢寻子路 一梦十四年 同一年失踪的两个孩子 又将以怎样的方式与至亲团圆 寻子十四年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21年9月26日 彭女士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端是一个大男孩的声音 直接在电话里喊他妈妈 而这一天距离他的孩子失踪 已将近十四年 以前第一次接到电话喊我妈妈的时候 我特别激动 我以为真的是我儿子 因为那时候没有骗过 在儿子失踪后 彭女士曾经发布过很多寻亲启示 也因此接到很多认亲电话 曾几何时 这一声妈妈就能让他泪如雨下 可随着一次次的失望 他已不再幻想会有奇迹出现 你看是山东聊成 我当时就以为是骗子 知道吧 我这一次我就特别锁定 可是这次却与以往不同 对方传过来的一张照片 把彭女士的思绪 瞬间带回到十四年前的那个夜晚 2007年12月的一个傍晚 彭女士在出租屋里 照看大儿子写作业 天色渐晚 可在楼下玩耍的小儿子 胡某涛 却迟迟没有回家 八点多钟就去找 跑到第一圈没看到人 找第二圈还是没看见 我就第三圈 到第三圈的时候我就开始夸了 找不到孩子 彭女士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因为就在两个月前 也是在深圳的南山区 就发生过一起男童被拐案件 她当时还从电视上看到过相关报道 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地打工 两个儿子平时都由彭女士 一个人照顾 她还要经营一个小卖铺 经常顾不过来 彭女士也怕有闪失 时不时提醒两个孩子 注意安全 电视上播放有儿童被拐案时 她还会把两个儿子 叫到眼前当面叮嘱 当时我就马上回到电视的那个镜头里面 我就开始脚软了 就跑不动了 我就哗得不行 一遍一遍地找 我就去挨家去找 找遍小区的各个角落 还是不见儿子福某涛的身影 慌乱中的彭女士 先是向小区保安求助 她说是不是去同学那里玩了 她说你去找一下 我一直也在找 找不到我就开始报警了 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 接到报警后 立即展开了走访调查 办案民警现场注意到 彭女士租住的小区 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租户 人员社会关系相对复杂 但小区进出 只有一个出入口 便迅速调阅了出入口监控视频 小区里面那个监控 没有小孩走出去的那个画面 就觉得很奇怪 那究竟这个小孩子 对孩子小区里面呢 还是已经被走在外面的话 还是被拐在外面呢 我们都不是很了解 无独有偶 四岁的孩子 在外出玩耍时 莫名其妙地消失 这让民警联想到两个月前 辖区内发生了儿童被拐案 也就是彭女士之前 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案件 这位丢失孩子的家长叫孙某阳 他的儿子孙某和失踪的 福某涛一样大 也是四岁 2007年年初 孙某阳为了让儿子孙某 受到更好的教育 他带着妻子从湖北省监利市 来到深圳闯荡 原本想着靠经营包子铺 在深圳开始新生活 可儿子孙某的失踪 改变了一切 那时就是我跟孙某妈妈 两个们做包子 很辛苦的 然后中午也没休息 每天半夜 两点钟要起来 开始做包子 我就太累了 我就躺到这个船上了 睡着了 我睡了后 你不知道睡了多久 然后后来妈妈 就开始找孩子 孙某阳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他打个盹的功夫 有人向儿子下手了 而与福某涛的 突然失踪不同 孙某被带走时 现场一处监控视频 拍下了嫌疑人作案的瞬间 监控视频显示 可疑男子在现场 逗留了三十多分钟 带着孙某来回游走 之后两人就一起消失了 不邪的一个老乡见过 他说你们家不是来客人的吗 你客人不是带他 往那边走着去玩去了吗 就指了个监控的方向了 我已经不是亲戚 我才来白痴之后做报纸 我怎么会是亲戚 亲戚来的时候 肯定要来家里的 怎么会直接把孩子带走呢 我就往这个人扫着巷子里追处了 追处开始打110 市主义报警以后 我们当年马上成立了庄安组 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中心点 把这个录像 还有这个嫌疑人 还有这个小孩照片 他丢了个糖果 要让小孩看到 这个小孩 他因为毕竟他岁岁小 他就过去捡 捡了以后 他又用糖果引诱他 因为他以后呢 他最后最终把这个小孩拐走了 当时的监控画面质量很差 民警尽可能地依据视频中模糊的形象 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进行刻画 因为根据他那个神态 还有这个走路 最关键是发现他那个穿那个皮鞋 他穿那个棕色皮鞋 一般岁数大一点点 不会是去穿棕色皮鞋 都是年轻人喜欢这个赶世毛 穿个棕色皮鞋 一般的北方人喜欢穿棕色皮鞋 所以当时我们就勾 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勾画是个北方人 孙母被拐失踪的案发地 是深圳当时最大的城中村 外来人口特别多 人员流动非常大 对案发现场周边发现的一些线索 深圳警方也进行了逐一核实 当时也没发生什么 发现什么情况走办的过程中 同一辖区接连丢失两个孩子 这两起案件是否存在关联 犯罪嫌疑人是否还会寻找新的作案目标 深圳市公安局对这两起案件高度重视 试图进行串并案侦查并做了大量排查工作 但从随后的调查情况看 对孙某福某涛这两起儿童失踪案件 进行串并案侦查的条件并不充分 因为两个案发的时间也比较久嘛 两个月左右 隔离的地方也很远 大概有十公里左右吧 案件无法串并 无疑加大了警方侦查的难度 两个失去孩子的家庭 在漫长的等待中倍感煎熬 儿子孙某被拐失踪前的衣服和玩具 孙某阳至今全部保存在这个箱子里 他一般不会轻易打开 因为没打开一次 看到儿子的东西就会伤感一次 一直就是这个箱子 我们家搬到很多地方 都没有混箱子了 都把我带到身上 为了找到儿子 当时心急如焚的孙某阳 还提出五万元悬赏 老家的亲戚也赶到深圳帮忙寻找 四处张贴寻人起事 但都没有结果 最后悬赏金额甚至提高到二十万元 他还在刚刚开张的包子店上 挂上群子起事 这样一来 更多人知道了孙某被拐的事 经过媒体报道后 孙某阳一度接到大量的电话 有出谋划策的好心人 但也有一些军心叵测的骗子 可孩子一直找不回来 孙某阳的生活也乱了套 他和妻子一度相互埋怨 几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孙某和父母涛被拐失踪后的第三年 案件似乎迎来了转机 公安部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 失踪人口信息数据库 深圳警方第一时间采集了 这两个孩子父母的血样送检比对 但令人失望的是 两家人的遗传信息在数据库中 都没有比重的结果 这让两家人更加失落 而彭女士到现在也还都记得 有一次到杭州参加寻亲活动 天降大雨又找不到住的地方 我一身都湿透了 但也好冷啊 然后那个附近没有旅馆了 我就在那个商铺的街 那个街上那个地方 这个角落里面 这些年 上海 浙江 福建等地 彭女士都去过 只要能获取儿子福某涛的线索 她再苦再累 都能咬牙坚持 就是为了把孩子的信息扩散出去 想要有好心人举报 或者是说有我的孩子看见了 就这样想 跑了很多地方 也发了很多寻人启事 依然没有福某涛的信息 彭女士也不时到公安机关打听案件进展 对于找回儿子 孙某阳和彭女士从未放弃过 深圳公安民警也一直在四处奔走 可现实的情况是 类似这样的拐卖儿童鸡案 时间越久远 找回的难度则越来越大 特别是一些十几年前的机案 那么当时的一些条件 证据条件都是比较差 这个能够提供破案的线索也都非常少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2021年9月中旬 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发现 山东省辽城市阳谷县 与无姓男孩与失踪多年的福摩涛高度相似 并将线索立即下发到深圳市公安局 我们的每一条线索都经过认真的核查比对 所以说我们就立马就出差去山东了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 打拐民警顺利地找到了无姓男孩 当时他正在读高三 学习成绩很好 平时都住在学校 经过比对确认后 民警才与该男孩正式接触 你怎么来的 我知道我学时候是在深圳 然后当时回来坐过车 男孩的表现让民警十分意外 他竟然一直记得自己是被拐的 对深圳原来的家里情况 也都记得清清楚楚 男孩当初被拐时年仅四岁 时隔十四年 仍然保留着这样清晰的记忆令人吃惊 民警告诉男孩 他的真实名字叫福某涛 小名涛涛 亲生父母找他快十四年了 尤其是亲生母亲彭女士为了找他 吃了很多苦 过年时候做一大桌子菜 给你放一个碗 放一双筷子 全家人做了一桌子菜 就叫起来名字 涛涛 在与男孩深入沟通后 民警获悉 孩子的养父母都不在阳谷县本地 他们常年在广东东莞打工 而更为重要的信息是 福某涛竟然还记得当年拐走他的人 他这个小孩记忆力超强 我就问他当时 我说你知道是谁拐你的吗 他知道 拐我的就是我养家的三叔 吴飞龙拐的我 尽管福某涛只认出了 当年拐卖他的犯罪嫌疑人 但对案件认定来说 还远远不够 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 吴某龙和福某涛的养父母 因此民警没有立即安排 福某涛与亲生父母见面相认 并嘱咐他先不要跟他的 收养家庭提起此事 与此同时 他们立即把犯罪嫌疑人 吴某龙的信息反馈回深圳 调查发现 吴某龙早年的确在深圳打过工 吴飞龙当时是住在小区里面的 有做大重大的状怨疑 要立马要对他采取行动 在吴某龙的阳谷老家排查时 民警正好碰到了吴某龙的母亲 他说儿子常年都不回来 也不知道在哪 他不在讲 他走啊 民警在山东的调查还在进行 此时得到自己是被拐卖的确切信息后 福某涛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 他立即就通过网络搜到了母亲彭女士 发布在网络上的各类寻亲信息 毫不犹豫地就给妈妈打了电话 相比淡定的儿子 电话那头的彭女士反而犹豫了 对方真的就是自己 朝思暮叛的小儿子伏母涛吗 彭女士赶紧给打拐民警打电话求证 我就说我刚才接到了 一个山东辽村的电话 一个男孩子给我打电话叫我妈妈 我说他说是我儿子 他说他跟你联系了 我说是啊 孩子已经跟你联系了 那个宝哥也很惊讶 他说我说是 他说那已经联系你了 那就那就告诉你吧 我们已经在山东 采好雪了 儿子已经给你找到了 您放心吧 他说很快就给你带回来 得到警方肯定的答复后 彭女士愣住了 她从没有想到 母子会以这样的方式相认了 原来电话那头 真的是自己的儿子 我说 这个女儿 我说十四年 这个月熬出来的 我就 我当时静住了几分钟 没有流眼泪 当时就 感觉幸福好像又来得太快了 我就怎么突然之间就来了 给母亲打过电话几天后 就是国庆长假 慈慕心切的福某涛 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她用平时积攒的零花钱买了机票 独自飞到深圳跟母亲相见了 离别近十四年后 记忆中的母亲 不再是年轻时俊俏的模样 这孩子很独吃 这孩子很独吃 见到妈妈也是 感觉妈妈这十四年来 就是为了找我 也就是沧桑了好多 就是感觉脸上全是皱纹 都是为了找我 吃了太多的苦 受了太多的泪 回到深圳的家 回到这间小小的出租屋 看到儿时留下的一张张照片 福某涛童年时 跟母亲相处得点点滴滴 一一浮现 走在儿时生活过的小区里 福某涛说 一切仿佛昨日重现 就连嫌疑人当年拐走她的场景 也变得更为真切 她坐在那个石凳子的位置 就是石凳子的位置 然后她就叫我过去嘛 她就说 猫 对 对 那个石凳的位置 然后她说 她说 带我出去玩 然后说 她的那只狗狗在外面等着呢 年幼时的福某涛 自然不会想到 对方是在蓄意接近 此刻再站在这个铁围栏前 她感慨自己当年 有些不太懂事 这才让妈妈苦苦找了近十四年 而此时 民警也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吴某龙的行踪 吴某龙当时在广东东莞 与她的二哥二嫂在一起 也就是福某涛的养父母 民警在东莞将三人一并抓获 到案后 仅多次审讯 吴某龙才交代 当年的确是她把福某涛拐走的 并送给了她的二哥 也就是福某涛的养父 我当时谎称的 这个小孩是她跟她的前妻生的 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一起了 养不起小孩 所以就把她送给了哥养 彭女士找到儿子的信息 很快就传到了孙某阳那里 她感到十分开心 可让她揪心的是 自己的儿子孙某 如今又在哪里 寻亲十四年 经历的种种心酸和不易 孙某阳夫妇曾无数次幻想 孩子长大后的模样 经常看见那些 十四八岁的阳光男孩 打篮球啊或者什么样 我说这个 我儿子应该就跟他差不多吧 就是这个阳光大男孩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场景 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和亲生父母深圳相认后 返回山东继续上学的福姆涛 为警方提供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原来回到学校后 福姆涛格外关注寻亲方面的新闻 也是无意中看到 孙某被拐的那段监控视频 他几乎一眼就认出 监控当中那个白衣男子 就是当年拐走自己的那个男人 他说别人看不出来 我一眼就看上去 他说绝对是 然后就发他的视频给我看 我就马上给孙岸打电话 打完电话就马上打给公安局 对福姆涛反映的情况 深圳警方很重视 立即着手进行核查 和监控视频中的可疑男子 多次比对后 警方认定视频中的男子 就是吴某龙 并对吴某龙再次审讯 但他却矢口否认 孙某案件与他有关 难道线索就这样断了吗 当年失踪的福姆涛 被拐卖到了山东省辽城市阳谷县 警方判断 孙某也有可能被卖到此地 于是打拐民警对杨谷县 进行了重点摸牌比对 我们自己的省厅的比对人家 在山东所有的城市 我们也经过多次的核查 这个年龄多少的小孩 也经过多次核查 但始终没有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那个还记得了 那个人家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不知道 和福某涛不同的是 孙某对原来的家 以及自己的亲生父母 已经没有任何印象 被拐十四年的孙某也找到了 但案件并没有终结 犯罪嫌疑人吴某龙 拒不交代作案经过 打拐民警随后找到了 孙某现在的养父母 据孙某的养母李某交代 当初他听说吴某龙 有个男孩可以领养 就擅自进行了收养 随着调查的深入 事情的真相被一点点还原出来 十四年前 嫌疑人吴某龙 先是诱拐了孙某阳的儿子孙某 送给自己的二哥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吴某龙的二哥发现 孩子的眼睛有些问题 就又把孙某送还给了吴某龙 经查证 为了再给自己的二哥 抱回一个男孩 吴某龙又返回深圳 而这次他拐走的孩子 正是年幼的吴某涛 原本他以为一个四岁的孩子 什么都不会记得 可他万万没想到 正是吴某涛童年的记忆 才让他最终落入了法网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龙 已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呢 我也知道他在大学 也不有提高 后来 现在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爱坚守 让爱回家 两个家庭都因团圆而重获新生 两个孩子也将开启人生新的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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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